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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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上任的潘世伟被骂得灰头涂裂 老保基金收支逆差 时间提早到106年 换句话说 107年就开始吃老本 政府也不肯提拨预算 解决基金财务缺口 但主委却挂保证说不会倒 所以老委会主委要再宣示一次 政府不会让他倒 当然政府是不肯让他倒 老委会主委信心满满 不过从劳保局的询问人潮就可以看出来 民众对政府已经投下不信任票 在内心闻林松斌 许世霆了解 于潘兆文 台北采访报导 来 我请教是雪恒 这个恐慌可以适宜吗 没有 我们讲明白一点 其实这件事情真正恐怖的地方 是在于刚刚李委员拿出来这个数据 我们看到最久最久17年之内 也就是今年出生这些国庆宝宝 在他们成年之前 所有我们看到的 不管是军公教 不管是劳健保 劳退 全部都完蛋 那这样子的状况 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 这有多恐怖 我还要再提出来另外几个 让人更害怕的事情 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叫做 说老实话叫做快逃 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真的危险的地方是在于 我们说是实话 你知道接下来我们所有这些估计 刚刚李委员拿出来估计 都是乐观的估计 什么叫乐观估计 乐观估计就是四大基金 如果照着他目前假设的 正常操作 那个获益的百分比 可以勉强延续17年 可是问题是 就像我们刚刚讨论 中间只要再有一次的股市崩盘 再有一次的金融危机 那个百分比就错了 错了之后就开始全面性的崩坏 我们现在看到 真正最恐怖的地方是 这是台湾 我想大概是我生下来 我今年37岁38岁 这是我看过最大的危机 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坏 它所有的东西都完蛋 甚至包含了之前薛成泰 不是有讲 连大学在不到10年之内 有40%的学校 会因为招不到学生 而必须要倒闭 你看你的教育体系 社会福利体系 全部都完蛋的时候 我得要讲 我们要退一步来看看 所有人都会被卷入 就是即使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说 我努力工作 然后好不容易我在一边准备看书 因为我将来考上了军工教之后 我就一帆风顺了 没有问题 可是这件事情是会完全颠覆 你原先的人生规划 就是你不要想了 我告诉你 你就算以后变成公务人员 政府也是支撑不住 讲明了就是这样子 你以为劳退倒了 健保倒了 你的公务人员 相关的退伍基金可以留下来吗 不行 而且真正我要请所有的观众 想一想的就是 你可难以想象17年之内 系统性全面崩坏是什么状况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之前我们讨论华龙的老公 看他们的夜宿在工厂外面 非常可怜 为什么他们真的是什么 真的是退休金 我们当初讲的 还有一点 也不是说幸灾乐祸 还有一点说他们真可怜 但是我们现在的立场就变成 他们就是未来的我们 我们将来就是拿不到退休金 而且我们要夜宿 要阻挡的是没有对象的 更惨的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你把台湾的劳退基金 包含了我们的所得替代率 甚至包含了我们 所谓的所得的计算方式 加起来算一算之后 全世界大概排名 只有两个国家赢我们 一个是西班牙 一个是希腊 你算一算 他们现在是什么状况 现在是公务人员也走上街头 然后大家拿汽油弹在那边抗争 仔细想一想 17年之后 如果一切不改变的话 就是我们拿的汽油弹在街头抗争 国东大哥那时候 搞不好要教我做汽油弹 讲起来好笑 可是真正大的问题就是 好吧 我们讲说这个危机真的很大 可能是30几年来最大的危机 系统性的崩坏 可是要怎么解决 我在这个大家讨论一个可能方案之前 我先提一下 有一个说法可能解决就是 我们现在人要多交 原先不管劳健保 你全面性费率都要提升 提升到甚至可能你的健保 要缴一个月缴两三千 然后一个月一年下来 可能要交两三万 然后退休的人要开始少拿 因为他照现在或是当初承诺的比例 拿那么多的话倒更快 更别提你看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苹果那时候做头版投资后 现在就有人开始问 你想象一下 我们站在这些今年明年 甚至十年之内要退休的人立场 他会不会想要一次领完 对不对 我们以前就算 如果八年领我就赚到了 对不对 我八年每个月零零零零 然后大概96个月之后 我就比一次领完要赚了 可是当你对政府产生怀疑的时候 你就想要一次领 就跟当年的挤兑一样 有没有有无数的农会 就是因为信心危机 它其实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 它钱都够 可是就是因为挤兑 一下子把钱全部都挤掉了 就倒闭了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 我们勉强看到一个 所有人都要吃苦的可能性 年轻人要多缴 年老的退休的人要少拿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仔细想想就知道 现在立法院不可能过这样子的方案 谁想要跟选民作对 你想想看 你说年轻人多缴 好了 年轻选民说 我家里不投给你了 你搞我 然后那些退休的人 你叫他少拿 老一辈选民也说 糟糕了 你玩我 你当初承认要给我的钱 你现在不给我 我必须要讲的是 就一个很悲观的角度来看 真的没有立委 即使你是不分区 你也没有办法说 好 我们就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所有人都吃苦 以便让我们的后代子孙 可以活下来 我们不要变成西班牙 不要变成希腊 不要像华龙劳工一样 但看起来不可能 这件事情才恐怖 因为没有办法 不过我觉得薛衡点出一点 大家要共同去面对这个问题 甚至就是说我们自己 不要认为说 好像你要提高费率 你也认为万万不可 但是我觉得 你刚刚提到很多方案 这个百姓可以退一步 问题是政府好像都没在插 政府的角色 我觉得政府的角色是现在这样子吗 来 齐智 我觉得这个还像火车 好像撞山一样 大家都知道17年后一定撞的 甚至可能更快会撞上去 但是我们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 坦白讲不是蓝绿的问题 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 其实全世界都发生这个一切 包括我们决定说 将军工教所的这个 要不能不能减下来 只有台湾不敢 日本也减了2010 就2008年金融海啸发现 我们现在日本只有34% 很低 就军工教的本来是41%到 德国降到40% 法国也降到50% 所以先进国家 现在军工教人员替代率 都在34% 35%左右到45% 50%之间 所以军工教人员必须认知说 我们政府必须认知说 你不可以拿那么多 我们真的供应不起 不是我们想不想 如果我们的经济情况非常好 大家都在加薪 100% 120% 这工教人员对国家有贡献 我们没话讲 现在情况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军人这个退伏 军人退伏大家说 为什么要会倒掉 会倒掉是因为拿太多 中校退伏6万多块 上校退伏8、9万块钱 就算是6年了 就可能退伏基金要倒掉 6年 他会倒的原因跟我们不太一样 就劳退是你拿得很少 他会倒掉 退伏是军人真的拿替代率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立法院 真的要针对这个问题 大家打破层面 这国家不整个改 这不是只有什么劳工破产 上去是国家破产 很多企业刚刚讲的 他一直提拨提拨了20年 就是他劳工一无所得 对这个老板来说也很伤心 我搞了半天是假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这个问题如果大家不去面对的话 包括这些 我们讲过 这种年龄最危险年龄 成是50岁左右 小孩子还很小 大学肯定要大学中学 老爸老妈七十几岁 他想的是什么 我六十五岁退伏 我哪一笔老退的钱 不然一个月我六万多块 不然可以得到两万多块 我还可以享受一点点晚年的生活 现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他人生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个阶段 大家真的不要什么呈见 台湾的军工教 或者是退伏人员 要怎么样重新调整 全世界在金融海峡之后 全部在做军工教人员 所得替代力的调整 那种各样 全部调整 只有台湾不敢调整 我觉得我们已经延后四年 来面对这个问题了 你不得不面对 而且台湾还有军人退伏的 这是国外没有的 这是很特别的问题 所以整个财务结构上 如果这样继续分辨下去的话 劳工是第一个崩盘 我想这个事实上 刚刚除了刚刚讲的 不用提高汇率的问题 还有那个 国东刚刚所讲的另外一个 来解决的这个方案 现在事实上 企业劳工你要叫他提高 那有可能 企业也不可能 劳工也不可能答应 然后你要叫那个金人 或者公教人少拿 更加不可能 我想我们再另外 国库少拨一点 给工保跟退伏基金 也不可能 所以事实上 事实上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 我是认为说 在社会福利的支出里面 到目前为止 真的 我想说老人化的问题 就是为了带动财政 可能破产 也是另外一个因素 我们假使 依照现在的出生率 跟死亡率 来去做比较的话 假使我们这个比例都不变 台湾人还是继续不升 在这种状态之下 到2040年的时候 是42.5的 65岁以上老人 那这65岁以上老人 全部在享用老人福利的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100年的预算里面 已经有4000亿 4000亿是社会福利支出 4000亿占多少 占我们整个国家总预算的21% 我们还有多少空间 可以去做社会福利的部分 所以我是认为说 不管劳保基金或什么 我那一天开 我们那一天开一个退伏基金 这些将来的处理方式 事实上应该有个新的选择 也就是说 是不是一定要放在那里 由政府去操盘 四大基金刚刚大家讲的那么多 那我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主 就企业也好 或者我个人提拨的这些劳退基金 我可不可以自己做主 我来投资一个 我认为比较好的 我认为有比票要保障的 不是全部放在那个地方 全部放在那个地方 你倒的话全票全部倒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过去因为是200人以上的团体 才能用所谓的企业团体联金的方式 那我现在这个希望能够修法把它打破 那将来的企业不管多少的团体 你都可以用企业联金团体投保的方式 它可以选择你选择投资型的 或者是除夕型的 心脏比较强的就选择投资型 它的利率报酬率比较高 除夕型的它的利率报酬率比较低 但是低也不会 第一它有一个规定 它两年定存的1.12 不能低1.12 也必须现在的还好 那我想这样子用保险方式来弥补 甚至用保险方式来弥补社会福利支出 以及未来这些逃退劳保基金 所带来的可能更大的冲击 从现在开始 年轻人是不是选择一定要集保 把那个钱全部缴到那里去 我认为它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机会 来创造另外一个空间 其实也万谈了 政府让我们没有信任到这种程度 当然事实不过是一种办法 但是我们不客气向你说 劳保这件事没有分燃力 你不要说你是哪一栋 这都是全民一体 也不客气再说 之前的国民党和在那民进党 两栋才富最大的资源 因为薪资也是民进党一直做出来 那时候的家庭 我一直来提供 你当初的家庭是怎样家庭 可以月龄是要命多久 怎样保障的 现在又重心检讨一下 有可能那时候你家庭不得了 精算不得了 但是好以出嫌疑说 你十个月贏 让你贏得越久贏得越多 有保障 那些嫌疑是有啦 但是你的家庭不得了 最重要的 这操作是怎样操作的 我们今天说 所有的民间保養公司是越做越大 你不觉得很奇怪 人家都探紧 都探紧 我只是政府的越做越适 满到那里 不过国民党都探紧 不然你贵 不过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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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收益 那我们都 交给大金 很大金 你看 公司也不要钱 太多钱 国台 蓝山 如果越大越大金 人家才是在插股票 人家最厉害 土豆一堆都要买戏了 老婆已经跟人家做这种的问题 做得要做 如果不放心 实际上没人说的一种的企业 企业自己看要如何投资 去给它经营 一种是 不过来保护人家去做 固定 你再给它几% 他先给我 不准我这个不得 这样来签一个企业 人家这么大金 他不可能投 让你去办法 你十九月来贏 人家现在人家的保险 也是十九月在本 那些人所不得比 我们的路报比较少 人家也做得好好好 为什么政府等到政府 就会投 这很奇怪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减涨 李欢迎 两党不要 又这样撞撞没有意义 老公不是要看你撞 不是要看你对 有划严 划丸 划丸 拜托 拿一个办法来改救 重点是这样的 习习是说的 如果十七年 那公司最早熟的月 就不知道这黑车 要去撞这个山 两种办法 把山押走 把黑车押走 一种是 替罗金丐 丸一丸 为白鸡 你两种都不做 大家都在说 要撞了 要撞了 才是看到去 所以现在很多人要跳车啊 提早下车啊 不然人家撞去 要撞 来我们休息片刻 马上再回来